感谢观看 视频个体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干嘛那个一脸愁云惨雾的呀 怎么了这是 谁要来的今天 他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呀 我们刚开始 就是我是在上海嘛 然后在那个做片区 然后网络维护这一块 然后认识他的 然后当时的话 他是在这个项目上 跟我的一个对接人 然后后来之后 我才知道这家店是他开的 因为我跟他 刚开始只是聊工作上的事 根本就不是很熟 所以就是没跟他解释那么多 怎么的 就是你想聊工作嘛 就没有必要 当然可能到最后 两人慢慢的联系的多了 决定在一起了以后 他就是 才知道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都没有什么呀 但是他总是就是想的比较多 你知道吗 之前的话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 然后当时后来的话 就是在一块之后 朋友也说 然后 他说什么呀 他说就是我高攀他 然后就是说我对他 高攀他呗 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呀 你总是去在意的 这些人说的这些话 那刚开始的话 我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呀 我不知道呀 就我觉得 你知道也没什么 你们相爱就行了 你管别人说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就是去那个 去外面吃饭 看电影什么的 然后我平时上班的话 我现在也没有买车嘛 然后就是去机器公交坐地铁 然后他每次就 就是说你在哪 然后我就找你 然后就开车过来 然后我们就一块过去 然后就朋友就是老这么说 你知道吧 然后我心里压力特别 你给他们说 我开车去找你 是不是土方便了 你说你来找我 你从来就不考虑我的感受 你来找我也需要 就是说打车 或者说你要坐公交 那我有车嘛 对吧 今天你就感觉很正常 两个人在一起 你干嘛就是一定要去计较这些东西呢 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好就好了呀 我这么理解 就是现在这段感情 碰到了外围声音的困惑 是吧 对 你们自己相处的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平时相处的话 就是多的时候也有点 就是矛盾吧 我平时就喜欢在家做一些饭吃 然后或者是 这个吃这个大排档 然后他的话就喜欢去 吃一些西餐 比较有 但我也可以就是 我不是也跟你一起去吃了吗 也不是说我只吃了一些高档的 什么你所谓的一些餐厅了 但是他的话就是 他就经常去吃这种 我觉得两人过日子嘛 那你以后的话 肯定是要归于平淡的嘛 那你经常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特别不能接受吧 现在就是 他总是感觉我花钱 就是太大手大脚 我一些就是朋友 介绍的一些就是 好吃的一些地方 其实也没有多么贵 现在就是只能说 比路边他可能说贵了么一点 但是条件啊 还是什么的都是很好的 然后我感觉两人在一起 这样说 根本就不需要 就是说计较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总认为 吃饭可能女生花钱了 他就感觉好像很 都是你花钱 就是大部分吧 你现在是自己干 还是在他那干 我就是做这个网络维护嘛 他只是我其中的一个商户 那又什么呀 他就感觉好像很没面子 还有别的吗 小伙子 就是他平时的话 他就是特别喜欢 就给我买东西送给我 然后我就让我压力特别大 就相当于那种 就是一个星期东 给你买了三四次 然后天天送给你那种 买什么呀 今天给你买个香水 明天给你买个墨镜啊 什么的 然后其实他买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没有给我惊喜 然后就是真的 就是给我压力特别大 那我每次给你买东西 我都是想着你收到礼物 然后你是多么多么的开心 那你每次的时候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吗 我没有不在乎 我看的好看的东西干嘛的 我都是想给你去买啊 对吧 那别人我还不买呢 那每一次送给你 都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你也是 他不喜欢就别送了呗 我就是想给他买啊 你知道吗 那就没办法了 是不是 但是他就老是让我做那些 我不喜欢做事 他一强逼着我去做 比如说 他就算是去开那个party 然后非要拉着我去买衣服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了 就非要带我去买衣服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 我也跟你说过 大家都穿正装的 你没有 然后你你去商场买一套 怎么了 那怎么有压力了呢 就是我的话 我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算是比较传动的人吧 然后就是 我感觉两人在一块 就是说 可能男孩子花钱 要比女孩子多一点 然后他给我买 我也想给他买 他买的那东西的话 说实话 我现在在那边的话 一个也就六七千块钱 然后压力也特别大 我知道你压力大 所以我就 从来没有让你 给我买过什么东西啊 我心里有 心里自己就是觉得 特别的不舒服 特别的不舒服 吃不到一起 这等于消费 也消费不到一起 朋友圈在一起融合吧 你们的朋友圈 就像上次吧 就有一次 他那个一个闺蜜过生日嘛 闺蜜过生日 然后他第二天就二话没说 然后他就送给人家一包 那人家是我朋友 我闺蜜过生日 那我送人家礼物怎么了 关键你送人家一包 随便一买几万块钱吧 我就特别的 不能理解他们那个层次的想法吧 他好像就只要跟金钱挂上钩的 他总是就是对我的一些朋友啊 还有就是我这个圈子类的 还有就是跟我的三观 就直接排斥 就是不听我说的 他就认为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交往干嘛 都是来因为物质 就来维持的 所以就完全就是不理解我 你说我送给我朋友礼物了 那我过生日 人家不照样就是送给我礼物了 是不是 那我这样送人家 是不是就说 我也等于不歉于人家了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想那么多呢 我问一句 你到他的圈子里去的时候 他到你的朋友圈里去的时候 是一指气使的 那还是开开心心 挺平等的 他平时跟朋友在一块的话 反正就是都比较熟了嘛 然后就是挺平平易近人的 就是你去他的朋友圈 你觉得不太舒服 是吧 对 但是你在他的朋友圈里面 大家对你还不错 对我还不错 就是只是会私下对他说 就感觉说的一些话 让他很难以接受吧 我问一句啊 你当初看上这姑娘什么了 就这姑娘怎么就招你喜欢了 就是 是你追的他 还是他追的你 我是感觉 当时他来我们店的时候 我们当时开始从朋友做起嘛 然后后来感觉他这个人 怎么说吧 比较正直 然后做任何东西 比较仔细吧 我是比较就是说 欣赏这 就是说这方面 然后感觉人还不错 看来是你先下的手 是吧 三十万 一听给描述就是了 你看上他人正直 人不错 对 那你看上他什么了呢 我就觉得跟他在一块 就特别舒服 因为当时的话 他就是他对所有人 都特别好 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 然后 后来他就是因为知道了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然后朋友 然后就开始说他的时候 他才有这些想法的 这都没有什么变化 不是吗 所以你在来干嘛呢 我就来找嘉宾老师 来给我们调解一下 调解什么呀 我明白 就把他的钱都分给我们 你就平衡了 也不是 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感觉 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打断你一句 爱他吗 爱他 就是恨他有钱是吧 也不是 就是感觉两人在一块相处 就特别不舒服 明白 爱他吗 爱 爱 好 愿意为他把钱都捐了吗 愿意吧 不是你的钱 还是你家人的钱 父母在国外 然后做生意 然后我自己就是说 在上海一个人 当初父母给我说一个人嘛 然后给我开了一个咖啡厅 所以现在就是说 咖啡厅是我在经营 你自己经营 经营的怎么样 经营的还算可以 还不错 也就是说 你的第一桶金是父母给的 对 后来这些钱是自己挣的 对的 不是挺好吗 其实也不全是他自己挣的钱 也是他父母那些钱 好吧 怎么办呢 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牧老师 我是觉得 中国以前有一句话 叫做门当户对 很多人可能会对于这样的话 产生比较抵触 抵触的人 大部分的发声者 基本上都是可能不如对方的人 你上来的时候 给人感觉非常年轻 有朝气 阳光四射 我相信这女孩 你看上你的时候 应该是对你一见钟情 再加上她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给予她更多的一些业务上的指导 所以你的这种形象 扣开了女孩的心扉 其实你应该自信 你应该知道自己的 吸引她的地方是什么 她心里有悠悠感 你也有 因为她喜欢我 只有这样 你才能把你的自信表达出来 这样才以后在你的生活中 你才能够以一个正常的心态 和她去交往 所以我这是给你的建议 男孩子你不要有那么大的自卑 如果你没有做好 和她平等地去交流和享受感情的话 或者是平稳地给自己一个定位的话 不要和这个女孩子谈恋爱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阿姆老师 白老师 对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你不光是在物质上 比这个女孩子要匮乏 你在心理力量上 也比这个女孩子要匮乏很多 而且 因为 我们认为别人会去在意我们的 其实并不是别人的在意 而是我们自己的在意 另外这个女孩子 你给予别人 好像是你的一个顺势 就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的呈现 但你忽略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当你给的时候 有没有关注到别人的心理感受 我曾经也是跟我的一个朋友 我每次出去 因为他一个月就挣2000多块钱 不到3000块钱 我觉得 哎呀 还要 有家庭挺难的 所以每次我们俩出去玩啊 逛街啊 吃饭啊 我都从来不让他买单 有一次他跟我急了 他说 你为什么要剥夺我 去在你面前平等的机会 我说 哎呦 这么严重 后来我一想 是 确实是 可能我不自主的 这样的一种赋予 就是内心当中 隐秘的一种价值感 优越感的一种 自我玩味而已 只不过我把它赋予了一个 特别光环 特别道德 特别高尚的一个帽子 但其实满足的是 自己内心的这种 这种东西 另外一个 第二个 你忽略的是什么 你真的不在意他没钱吗 你真的不在意 他今天的平凡吗 如果你那么的不在意 为什么你们的朋友聚会 你要去给他包装 要去给他买衣服 当然你说 因为大家都那样 那怎么了 我的男朋友不是这样 但我以他的不一般 而感觉到骄傲 你之所以会给他包装 是因为在你内心的深处 其实有一些在意 只不过 被爱情给盖住了 你没有意识到 你内心当中 对他的包装 其实是 有一部分是 你自己内心当中的 这种差别 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 其实当我认为 他是非常有价值 非常值得去 为此而守候的时候 他不论什么样 我都特别骄傲地 站在他身边 这样你身边的朋友 甚至以后 包括你的父母 才会因为你的欣赏 而对他有信心 谢谢 吴老师你这么看 我觉得女生 应该是爱男生的 但是心里 也多多少少会觉得 这个男人 是有点拿不出手的 如果你完完全全 不介意别人的看法 觉得他是拿得出手的 就不会去刻意地打扮的 而恰恰 男生更觉得 自己是拿不出手的 所以你们双方 都介意大家的看法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 男生内心的想法 当然一个成熟的男人 固然会有一种自信 去面对贫富差距 认为我有能力 我有将来 我没有感觉囊中羞涩 因为我有才华 但他毕竟还这么年轻 就像我第一次去五星级酒店 我也感觉自己挺自卑的 可能是因为家境 或者是原来的 自己的生活经历 我也觉得自己挺自卑的 我觉得我不属于那个地方 所以我摁电梯的时候 我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怕摁坏了 但是当了后来 你生活经历丰富了之后 当你逐渐地拥有一些东西 认识了一些东西之后 你才会发现 其实人内心真正的平等 并不来源于 你的口袋里有几个铜板 而更多的来源于 你对于生活的了解 把控和认识 但他没有到达这个年纪 所以我想告诉男生的是 很多情况之下呢 自己的面子和自尊 不是别人小心翼翼帮你拖着的 而是要你自己去支撑的 我如果现在在你的口袋里 放下一千万 你的那个头始终还是低着的 但如果你内心有自信 即便你身上今天穿得再破一阑珊 你始终是昂首挺胸的 其实我认为 如果你们之间要好好地相处 一种最好的方式 就是主动地融入到 对方的生活当中去 而不是把对方 往自己的生活品位上拉 如果女生真的好好地 想去体会一下男生的生活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过过她的生活 而男生如果真正想走入 女生的世界 理解她的想法 也可以融入她的生活去 品味一下 如果彼此还是不能够跨越的话 那就让这段感情过去 如果能够跨越 那就彼此慢慢地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感受一下对方的想法 记住 不要把对方往自己的生活层面上拉 而是应该彼此自愿感觉和靠近 就这样 人格的独立来自于 我不因为我有钱而没钱 我觉得我高或低 我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 我就认为我是错的 我对这个世界有我自己 自己的见解 我有我自己的认识和观念 当你没有这种 心里面那种 我只爱这个人 跟财富无关 你自己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会淡定的 想清楚吧 你是爱她的人 还是爱她的财富 爱她的人 爱她的人 那跟她财富有什么关系 穷人 什么是平等啊 都放下 你们就踏踏实实去恋爱 就多好啊 就谈着呗 慢慢的去融吗 心里拿定主意啊 想清楚 我不因为刺激 新鲜 我找一个穷小子 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 您早走 我不因为攀附财富 而出卖我自己的人格 我该怎地就怎地 你要求我包装 我可以不包装 如果你让我穿这身衣服去 我不去 我就要告诉大家 我月收入就六七千 我坚持一个本我 如果你们真够爱的话 我说多了 说多了 说都着急 你知道吧 我特别起急 我就害怕 别老是因为钱 让可能相爱的人分开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是感觉吧 我们俩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可能我的一些 对你做的一些事情 可能我自己只是太 顾虑自己的感受 没有考虑到 站在你的立场上想 然后以后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好好的 然后这方面 我会以后会更加注意 更为希望以后 能多为你着想一下 其实我之前 就是对你的话 就是也真的只是爱你 然后其他的我也没有多想 我也没有想到 我们在一块之后 会出现这么多情况 然后 今天的话 就是 各位老师都跟我说了很多 相当于给我上了一课 然后我觉得 自己心里应该有一番 自己的新的打算 好 时间了 请两位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记录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网络 电视或之外 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 本期的节目内容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怎么着 女生准备把那店都捐给我们了 就是今天听了各位老师 跟我上了一课之后 然后我也觉得 自己可能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对 我以后希望自己能多 站在你的立场上 为你多去做考虑 不要就是说 总是因为这些东西 然后总是去争吵 去吵架 你们俩检讨了 检讨的话回去自己说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 成绩以后把最好的生活条件 包括所有的最幸福的事 有多少都给你 财富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幸福有的时候可以远离财富 来吧两位 谢谢 药保湿意备湿 姑娘好好保养吧 来 请飞 请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